我们今天开放麦有请到的是郑奇英女士 她也是一位全职的传道人 她和著名的苏文峰牧师一起创办了海外校园杂志 我们今天跟她聊一聊 她和苏牧师也算是30年差不多的一个在杂志上 文字事工上的一个配搭 不仅仅是夫妻 同时其实也是一起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工 据我所知 你们两个都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 怎么认识的呢 怎么就在一起了 苏牧师比我高两届 所以她是我的学长 当年我考入台大以后 台大团契 当时基督徒有一个团契 所以学长们就来邀我们加入这个团契 所以在那里认识 那是70年代的时候的事情是吧 我是六七年进大学 你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了吗 对对我从小就姓主 我小学就姓主 我知道苏牧师是她是等于是台南的 她家可能她妈妈也有一些可能也许是长老会的这样的背景 那您是当时是哪里人啊台湾 我在新竹 但是我是因为宣教士去我们那边传福音 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就姓主 然后一直一路上来到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团契 所以我们是在台大文学团契认识 那您等于说后来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呢 还是直接就全职服饰了呀 我大学毕业以后回我的母校去教书 教了前后四年 那后来感觉时候到了 所以上帝的呼召也领导 所以我在1975年加入校园团契 台湾的校园团契 就是参与大专的福音事工 您说的这个台湾的大学团契 它本身是一个机构吗 还是说就是一个general的一个称呼 它是一个机构 现在还存在叫校园福音团契 一个专门从事学生福音事工的一个机构 就是中学生 初中高中 还有大专生 当然后来延续他们也有做 像毕业生的一些事工 那也包括文字 像校园出版社 所以这是在台湾一个蛮大的一个 学生福音机构 那苏文峰牧师大概是从 应该是80年左右的时候来到美国的 对吧 对我们1980年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还是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的 那个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我们1976年结婚 所以1980年 他就因基督使者协会的邀请到美国来侍奉 所以我们就全家移民来 在兵奏 你那个时候同意吗 你那个时候觉不觉得这个有一点点有风险了 两个人就跑到外国去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跨的一步 但是对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那在此之前我没有来过美国 那苏文峰是来过 他曾经来过 就是寻访一些这个出版社等等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人 他是一个很喜欢新常试 新挑战 面对新的挑战 他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所以我跟他结婚几十年 在侍奉方面他就是一个这样子 就是很有前瞻性 然后呢很愿意冒险 那我作为一个妻子就顺服 虽然当时来说等于说从台湾到美国算是连根拔起 但是我想就是顺服 顺服他 那你们的这个 我知道你有没有两个孩子 那是都是在美国之后才生的是吧 不是 我们两个女儿大的来的时候 三岁 小的只有两岁 那其实真的是挺冒险的 现在想一想 那孩子那么小 然后你其实也许在亚洲 比如说教书那也是很稳定的工作 但是你来了之后 那你来了之后 苏牧师是在使者协会有这样的一个侍奉了 您当时在做什么呢 刚开始一两年 我就是在家带孩子 后来 苏牧师到了使者以后 他就开始一个使者书房 就是一个书店的工作 所以我就帮忙他就参与 参与这个使者书房的工作 那渐渐的到后来 孩子也渐渐大以后 我也帮忙 因为他后来负责那个使者杂志 所以后来我也帮忙参与编辑的工作 对 我知道他这个其实在创办海外校园 或者是你们在创办海外校园之前 就已经因为这样的服饰 以及你们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史的背景 有很多的作者了 而且也许你们也本身就喜欢这个 也擅长做这个 那当时别人在听到 就是说苏牧师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 他们会不会因为 就说一看是你们这样的一个夫妻 而更愿意去支持你们呢 你觉不觉得 您其实在当时也扮演一个 可能也很重要的一个 让别人信任你们的一个角色 您是说使者杂志还是海外校园 没有后来海外校园 海外校园 我觉得的确是 就是我们觉得 海外校园的创办 的确是天使地利人和 因为苏牧师在台湾十年 就是在校园团体十年 主要做文字工作 接触了很多 还有学生工作 所以接触了很多的作者 还有一些学生 那在美国 我们到美国以后 参与基督师的协会 同样的是做文字工作 做这个学生工作 那前面十年在校园 累积的那些作者 可以说成为我们的资源 就是我们后来编十者杂志的时候 这些已经有些资源 然后到了十者以后 那在十者前后十年 我们也接触 也培养了一些作者 所以等到海外校园 就是到那个时机 到那个要创办海外校园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累积了 蛮多的作者资源 那另外就是像学生工作的 无论是在台湾 或者在这个使者 那十年 也是接触不少的学生 或者是专业人士 到使者 编使者杂志的时候 他的对象是 当然不止留学生 就很多专业人士 所以前面这两个阶段 都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作者的基础 还有就是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对我们的支持跟信任 所以海外校园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些 就是就这些 我觉得是一个助力 就是我们在像刚开始创办的时候 早期的作者 有很多海外背景的人士参与 特别谈 像谈福音的真理 这方面很多海外背景的参与 到后来 那当初 国内背景呢 大概就是基督徒 已经成为基督徒 他们写他们的见证 但到后来 渐渐的这个作者群 培养出来以后 就是大陆背景的作者 就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前面的 20年的这个预备 为这个海外校园的创立 是 就是说是先铺路 铺垫了一个道路 是的 那一般来讲 大家会认为 苏牧师就是这个 海外校园的那个代表 那张脸 那可能很少有人 就是能把您的名字叫出来 像叫他一样叫出来 对不对 大家可能就是叫你 就是师母 那你们实际上 我相信你肯定分担了 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你们两个人之间 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分工呢 像十字杂志当初 苏牧师当主编 我就是当执编 执行编辑 执行 对执行编辑 那海外校园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苏牧师是担任 海外校园的主编 我是担任执行编辑 2001年以后 我们开始举目杂志 举目杂志 他也是主编 我是执行编辑 但是后来随着海外校园 事工越来越广 越来越多以后 他就放下主编 那我就接主编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 辅助他 一直是担任这种 怎么讲 就是把他的理想 把他的意义向 把他实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能没有做过这行的 可能分不出来 这个到底是主编 是干什么的 执行主编是干什么的 能不能再给分解一下 就是也许说 苏牧师说 我们应该搞一期 以这样为主题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 是不是他会就说 那老婆 你去帮我去 这样去组稿吗 还是怎么样 对 主编主要的就是方向 杂志的方向 那定下那个 比如说主题等等 那我作为一个纸编的话 我就要负责去 去想 好 这个主题 我应该要什么作者 跟什么作者联络 然后稿子来了以后 要负责 改稿 润色 润色等等 到后来 就出版以后 就是到后来 要印刷的时候 校对等等 这些 就是执行实质的工作 是我在做 那苏牧师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有意向的 他就是前瞻性的 就看到 比如说他觉得 这题应该谈这个主题 他的这个主题下面 可能他有一些建议 但是我就是要去把它实现出来 这个其实说起来 这个麻血虽小 五脏俱全 这个其实还挺多事情的 我觉得对吧 包括说复印啊 包括这个排版啊 对 包括发行啊 是 你这个 那发行这些事 其实本身我一听 我都觉得 天天很多很多的事 你你也会在 hand down这些事是吧 对对 早期我们童工很少 除了我们夫妇以外 有一位 大概part time的 部分时间的 一位行政童工 所以我那个时候 要担蛮多的 行政方面的工作 财务啊 这些都需要 我原先完全不懂 但是都后来需要学 就是需要了解一些 有没有觉得就是压力很大 或者甚至觉得是已经 哎呀太累了 这个那样的时刻 累 身体的累 但是在精神上是非常 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份很有意义的 特别是怎么讲 上帝给我们的回馈 比如早先在台湾编那个校园杂志 或者是后来在编十字杂志 读者的那个回馈少 但是我觉得编海外校园杂志 就是收到很多的回馈 无论是口头上的 或是就是写信来 早期还没有像现在这个email 这些电子邮件 怎么方便 所以信 信件来的 很多这方面的回馈 因为当时我们这份杂志是第一份 第一份就是像国内背景的留学生 就是访问学者 传福音的一份刊物 所以很多的回馈 那从这些回馈我觉得非常得激励 我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那也随着这些 随着早期杂志出来以后 就激励或是感动 更多的人投稿 所以我们在编海外校园杂志 这二三十年 感觉上从来没有缺稿过 稿件都是源源不断的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恩典 这也是一个印证 就是说 对吧 人们愿意去不停的去给你 这样的供应 然后这个供应反过来 又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人 那你有没有什么来信 是让你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例子 就是说甚至说 有没有一些这些来信 你真的感觉到这个事情 对他的人生进行了巨大的影响 然后有没有一些 后来变成名人的人 给你们写过信 有一位作者叫范学德 可能有些人知道 当初他投稿来 然后我们写信去 因为当初没有电子邮件 都是用写信 写信去鼓励他 鼓励他写 然后他到现在还保留我们的信 常常就拿出来说 就是无论他去讲道 或者说有的时候 他的书中 常常就在提说 因为我们鼓励他 所以他走上了这条文字之路 文字之路 然后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 他还是一直用文字侍奉 作为他主要的一个 就是侍奉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是 那像那个游子盈的作者李成 就是冯炳成 也是他当初写了 写文章来 我们鼓励他写 他写文章来 然后鼓励他不断地写 后来收集成 编辑成一本书 这本书帮助 就印了非常非常多 游子盈 几百万或甚至于上千万 如果加盗版的话 我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的激励的事 所以编海外相关杂志 让我们跟很多国内背景的弟兄姐妹 成为朋友 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很亲密的朋友 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觉得是很感恩的事 那在这个财务供应方面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等于说全职在服侍 这个是要仰望上帝的供应的 那现在这方面去 怎么去照顾你们的呀 大概 就是上帝的确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海外相关机构 三十年来 的确上帝是非常丰丰富富的供应 就是无论是我们个人生活上的需要 或者是就是整个机构 到后来我们同工越来越多 像现在我们大概几十位 几十位呢 我们现在几十位 在国内 在海外都有 但是上帝的供应从来没有短缺 虽然有的时候是有点紧张 但是大概到年底的时候 上帝都都补足 用非常奇妙的方式补足 所以当然也是今 我们在相关团器 在试着都是走过这种信心 就是凭信心仰望神 所以海外相关创立到现在 也是感谢神 神就一直充足的供应 我刚才也跟孙武师在聊 就是说这个纸媒体的这种 怎么说他都还是在往下河路走 对吧 但是当然还是有人会愿意去读纸 纸质的媒体也是真实的 那有没有考虑过有其他方向的一些拓展 那包括您刚才讲的说 您有几十位同工 也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事工是越来越多了 那除了这个举目啊 除了这个海外校园之外 还有哪一些方向在试图去拓展呢 像海归施工 海归施工 大概2004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有海归施工 那到现在这个施工一直持续 在海外有时候办一些 这些要回国的人研讨会 然后我们出版海归手册 就是把如果你要回国的话 会面对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们都先就在这个海归手册中都会 这个帮我稍微展开一点 因为我是知道就是说很多的华人教会的这些长职们 他们其实从他们的不管私心也好 还是对他们的关怀也好 其实是不太希望弟兄姐妹回去的 我这是我的一个印象 他们总是觉得他们回去之后就会面临不仅是说外部的环境的问题 也会面对自己他们本身内心的这种属灵的征战 甚至很多人可能就跌倒就再也不去教会了 对吧 你们在这方面是怎么去准备这些海归的 让他们去面临这样的挑战 其实海归团契最开始是应该是2004年 因为大部分的海归回到中国去以后 那个时候都参加 就他们如果有国外护照的话 都参加当地的就是所谓华商团契 就是外国人的 对对对外国人的聚会 那2004年我记得苏牧师去上海 他就参加这个这个华商团契 在那边讲到侍奉 侍奉完以后就有一批就是国内背景 都是过去他在海外认识的 无论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 那碰到他们他们就跟苏牧师谈到 就是说参加华商团契 大部分都是港台啊 或是东南亚的这个背景 内地比较少可能一开始 对对那个时候就是 像他们这样去的回去的比较少 虽然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 是在林里面都是合一的 可是多多少还是有一些不同 文化上肯定还是有隔阂的 还有一些不同 所以当时苏牧师就鼓励他们说 你们可以在一起 比如说可以开始一个 有点类似读书会之类的 一个月聚一次看属灵书籍 然后分享 所以后来这些人当时十几二十位 后来他们就聚在一起 聚在以后渐渐渐渐发展 就成为了一个在上海的海贵团契 那这个团契后来到很大 分成好多好多组 有些到现在还持续 所以那就因为看到这个需要 那当时当然也鼓励一些弟兄姐妹 带着这个福音的使命感回去 因为很多人在海外信主 那就有很强烈的那个使命感 所以鼓励他们回去 可是回去以后也知道 有很多人是流失 毕竟这个等于是再回去 要重新再适应国内的一些文化 各方面职场上的一些种种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 就是出版一本文字上的一个资料 这个文字资料海贵手册的内容 其实采访了很多海贵 实地采访了在国内的一些海贵 他们各方面的经验 然后我们把它编写成一本 出了第一版以后 哇非常受欢迎 又特别是一些做海贵手工的 一些西方人士 他们也很需要 所以后来又把它翻成英文 翻成英文 那最近后来我们修订过 因为有一些资料是需要update 我们出版过修订本 那今年要出版第三本 就是要出来是中英对照的 这样子的一份 这是其中的一个事工 我就在想这里头需要做多少的工作 因为我也做过编辑 编辑工作是需要非常 其实非常耗时的 对吧 然后需要很多的思考 然后又需要耐心 又需要非常细心 对 那就是你们两个也是真是 哎呀挺 敢为你们感谢神 你们去 是从小你们两个都有这样的倾向 是吧 觉得 对 对 我就是对文史有兴趣 这得坐得住嘛 我就是说 对吧 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安静 所以我们办公室 同工常常看到我 就是可以在里面一坐几小时都不动 那还有其他的事工 也帮我介绍介绍的 我们另外还有一项事工叫建造教会领袖的事工 就是西方有一个杂志叫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这是一个蛮有名的杂志 那他们曾经有很多 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出一本杂志叫 Leadership领袖 就大概就是针对一些 针对一些教会领袖的种种的问题 所以他们出了很多很多材料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授权给我们 授权给海外校园 让海外校园来翻成中文 所以呢我们就翻 大概现在翻了 我想将近两百 两百个title的这样的 这个 这些材料 那这个材料的话 就是也是帮助教会 因为它叫建造教会领袖材料嘛 所以也帮助教会就是在 它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 人际关系 反正在教会内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个材料中差不多都有 都有触及 那像小组施工 华文教会不是很流行 一些小组施工 其实西方教会 他们早就走在我们前面 那小组施工 怎么成立小组 然后小组面对的各样的问题 等等等等 那这些就是帮助教会 那现在也还有一个校园施工 就是一些年轻 从事校园施工的 学生施工的一些传道人 这样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施工 对你们做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就非常的底层的 很多都是说应该怎么怎么样 是一个教科书几乎 或者手册的这样的一个编写 只是帮助这些在一线的 这些弟兄姐妹 甚至很年轻的人 让他们有一些东西 等于说给他们一些装备 让他们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更得心应手 但是我们也确实是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这个有一些转型 可能又是必须的 对吧 比如说通过这种线上的 各种各样的手段 或者无论是视频 短视频什么的 你们在这方面 有没有考虑过 就说让更年轻的人 开始慢慢去接手 去把他们其实比较擅长的一方面 发挥出来 有没有这样考虑 其实现在 海外小型杂志 橘木杂志 其实纸板已经不是 就是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 在像以橘木杂志来说 2013年我们就开始往上 2013年 10年前 10年前就已经开始往上 那像现在也是 基本上是以网 以网路为主 就是橘木杂志也好 海外小型杂志也好 就是平常每天的 在网上发表新文章等等 那它的纸刊 基本上只是把网路上的精华的文章 收集成 橙色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走网路 走网路的这样 那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呢 这个我相信这个 在网路上 因为其实说实话 竞争也是很混乱 有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难处 当然我觉得培养作者是一个 蛮 就是作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还是又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了 是吧 你要有好的作者 你才能有好的文章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说 所谓的自媒体时代 他如果作者好 他自己就可以搞一个号 然后他自己也很有影响 这个会不会也是个问题 对 的确是 所以这个 怎么样培养好的作者 然后中 就是 认同海外校园的 意向 理念 然后愿意中心的写文章 我想这是一个 有可能可以考虑 就是还是那种 合作式 对吧 就是OK 你这个自媒体也可以发 就像微信的公众号 他们也有经常的这种 互相的这种 对吧 他以他这个号发了 但实际上他发的这个链接本身呢 又是 其实是另外一个好的主文 我们基本上就是鼓励作者 先投给海外校园 海外校园发完以后 他们再发 因为主要是考虑到版权的问题 如果他们先发 或者我们在后发 有人就会误以为说 我们是不是 你们现在还是给他们稿费的吧 也就是 还是给 那当然这就有版权的问题了 对对对 可是就这个时代 也可能是说 这个商业模式本身就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吧 是是 你像这些微信 这个公众号 是微信本身就给你的 给他钱的 所以这个 但是我们就很不幸的是说 因为 这个大环境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去用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去做我们这样的想做的事情 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时间问题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么多年 差不多30年的这样的一个创判 这些杂志 各种各样的事工里头 你和苏牧师有没有遇到极大的一些别人的非难或者是攻击的时候 然后你们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 我想对苏牧师来说一个非常 对他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应该是2020年 大选 大选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两派不同的意见 文章很多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因为过去学过教训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不介入 完全不谈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候选人这方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我们在好多年前 我现在已经忘记是2016 2016还是 就是奥巴马跟 跟那个 Romney 不是Romney 在前面 凯因是不是 那个 Kerry Kane 马肯 马肯 对 马肯 那一年 就是 我们登了一篇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就是介绍两个候选人 那从我们编辑的立场觉得很公正 因为介绍 都介绍了 都介绍了 他的政界 他这个人怎么样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介绍了 那是奥巴马 所以就有很多人的 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 对 攻击 有些人说我们从此再也不支持 不奉献 那从那个以后我们就学到教训 所以我们以后就不登 完全不登关于这个选举方面的文章 但是2020年那一次就是 就是因为外面就是闹得很厉害这样子 就是有支持这一派支持这一派 那苏木浙的曾经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最主要的内容 主要就是呼吁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就说世上的政权总是会过去 不会长久 那上帝的这个国度才是长久 而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使命是传福音 建造教会 那就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彼此撕裂的很厉害 攻击的很厉害 所以他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 结果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就被 两边骂吧 没有两边 主要是就是那个比较保守的那边 就是扣帽子 扣书牧师的帽子 说他是自由派 他那篇文章主要是写 那个题目 也被人家攻击 他就是用了毛泽东当初的那首诗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他主要是用这个态度 哇 这下就被扣帽子 就是什么什么说 反正就是上纲上线 这是我们文化当中 其实非常非常需要去我们自省的地方 但是 我想那这件事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我想对他来说打击也蛮大的那件事 蛮大的 对很多人就是扣帽子啊 然后也顺便就扣这个海外校园是 而且很多人我相信也是他昔日的朋友吧 我相信会不会有 早期曾经是朋友 但后来可能因为路线不懂 因为我们一直坚持 我们是希望超越 超越这些政治 超越现实政治 对对对 是 我们是希望就是 比较就是关心神的国度 以那个为主 那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也很感谢神 也有一些从来没有联络 就很多年没有联络的一些地方姐妹 来信鼓励 是 这个事情 其实如果他是 他家既然是台南长老会有关系的话 台南长老会在现实政治上 从来都是直接表态的 但是他 他不是 他不是 因为他没有参加过 基本上他没有参加过 大概就是孩童时候跟父母去 长大以后大概都是 就是没有参与长老会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 我觉得神使用各种各样的传道人 对吧 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比较vocal一点 他也敢于在现实政治上发声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他 但也有很多人就非非拼命的支持他 我觉得神也使用他 那像苏慕是这样比较温和的 他他或者是您这样的 就是我们更 更有一个超越的眼光 我觉得神也使用你们 所以我觉得只是说 我们真的不应该有一个 那么容易给人去扣帽子的文化 我觉得这非常糟糕 不能说因为别人的立场和你不一样 就直接说你是不属神的 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最糟糕的一个文化了 感谢您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很高兴 今天有机会能够跟您在空中谈谈 好吧 希望我们的观众也觉得我们的这个谈论是有所有所意义有所价值的 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 workers 大贤